来吧 您看您是想见二号还是三号 二号 二号 您是我同学吗 好 不是 不是我同学 您是我老师吗 好 您是我老师吗 也不是 那就好办了 第三个问题 您可以问问他 比如说是不是演员 因为有可能是导演化妆师什么的 您是化妆师 不是您还是演员 演员 你演过什么戏 你演过什么戏 演员 说一个你的代表作 代表作 对 我的代表作太多了 你以为我不敢揍你呢 最后一个问题 你还不知道他是男士还是女士呢 性别 最后才问性别 你说您这 人家一般都是上来就问您先生女士 上来就说啊 省得我说那么多 上来就说 自己检讨一下 演过你丈夫 咱家人来了 再欺负我 这个也不好猜 因为演过我丈夫的人很突破 李承如演过您丈夫吗 演过李承如 出来 如果是丑娘里边那个演员 那更不可能他忙着呢 你会觉得是猴天来吗 猴天来 猴天来不太可能 更不可能了 为什么 猴天来 多少年都不见了 你特别的忙 是不是你顺动出差在北京呢 要是猴天来 那你今天别来 你猴天来 你猴天来 你今天不来 到底是谁 您猜猜 猴天来 好 那么二号房间中到底是不是演员猴天来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帮我打开二号房间 你看谁来了 答错了 感受有请江峰林老师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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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呗 哎呦呗 演员张双丽 与大来宾李琴琴相识多年 二人各是在电视剧 岳母的幸福生活中 饰演女强男弱的夫妻 而深受观众喜爱 今日张双丽惊喜前来 将爆料哪些戏里戏外的趣事呢 我一看到整个风格全变了 对啊 就练岳母幸福生活的时候 就一破老太太破老头 你知道吧 就完全不一样了 太棒了 然后我老太太朋友圈下面 我说行了啊 我说我得色差不多了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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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您怎么没猜他呀 我不觉得 他特别忙知道吗 我就是我 这就是我想的 是啊 因为他从剧组赶过来的 对 哎呦呦 因为我想你了 真的 王岛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 我说我一定要来啊 因为我们俩一二年合作完就没见着面 哦真的呀 完了我们去南京做宣传 对 就最后一次见面了 对 七年没见 啊 你想想 所以说人生有几个七年了 对啊 而且那个时候您还没这么行男呢 根据现在完全不一样 对 真的 你看 因为 真棒 做到现在呢 琴琴也没少鼓励 兄弟太棒了 因为人家没见面吧 经常在朋友圈里头 嗯 给我点个赞 不是你那手能放开了吗 对 没事我们算着 不是 主要是我怕旁边有人有点不高兴 没事 我不敢 我来了 你不敢 对吧 哈哈哈